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dia 今天和大家看的這隻webcam 我會形容為一隻突破性的產品 絕對是市場上獨一無二的選擇 因為呢 就是這隻Insta360 Link Insta360 一向都是推出一些360相機 又或者是運動相機 想不到推出的第一隻webcam 無論是畫質還是功能上 都已經是壓制全場了 打開盒裏面就會有一隻webcam 還有下面有一盒配件 裡面就會有一個USB Type-C轉Type-A的轉插 一條USB C to C的線 說明書和四張有一個L型圖案的貼紙 大家一會兒就會知道有什麼用 之後就會看到Insta360 Link的主體 對比我之前用開的Logitech Streamcam 無論體積還是重量上都小很多 而且這隻Link一看就已經知道 跟一般的webcam是非常之不同 底座上面有一個三軸雲台 可以做到一些相當智能的移動追蹤功能 而上面就有一個F1.8光圈的鏡頭 配合以一個以webcam來說 非常之大有半吋大的Sensor 加起來的效果就是吸到更多光出來的畫面 更加清晰 這個Link可以做到最高4K 30格 以及裡面有一個內置的雙重鋼槽收音咪 揭開底座就會有一個夾 讓我們夾在電腦螢幕上用 而底座也有一個四分一吋的轉頭 可以轉上任何四分一吋頭的配件 例如三腳架 在背後插回USB Type-C連接電腦 它就會斬藍色燈 然後轉綠色燈 還有雲台都會穩定下來 那就代表準備好可以用 配合它會有一個官方的Insta360 Link Controller的軟件 就可以直接做到一些錄影 以及其他更多的功能 不過我們看其他功能之前 首先就看了它最基本的影像 以及收音的質素 大家可以看到在全自動之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後面都開著冷氣 所以這裡絕對不是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你可以看到一出來的畫質已經是非常Sharp 很多細節 光暗、白平衡和顏色都處理得很好 沒有一個特別爆光的位置 畫面出來都是很自然 以及保留到很多細節 就算放到這樣 但是依然保留到很多細節 你看到我額頭上面很多的imperfection 毛孔、油脂粒全部都看到了 不過當然 其實現在我是在用一個Key Light在我左上角 還有一盞Hair Light 將我和我背景去分開一點 如果你想看起來比較專業的直播影像的話 我都建議投資在一些燈光上面 不過現在我們都先關掉這些Key Light 開回普通室內的燈光 看看效果是怎樣 在開燈之前 這個就是絕對室內黑暗的環境 其實只有我眼前的螢幕給我一些光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麼低光的情況下 它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都很肯定依然是比大部分的webcam 那我先開回正常房的燈 那現在這個就是開回我的房的燈 我的房的燈其實都偏綠色的 所以大家在影像裡面都會看到 比起剛才那個膚色上是有少許轉變 但是整理它的白平衡調節 我都覺得做得不錯的 至少看上去是自然 還有影像依然是非常鎖 收音效果來說 這間房都沒有特別的Sound treatment 平時我用這些condenser mic在這裡錄東西 都會有很多回音的 那大家就可以聽一下就這樣用來自咪 收出來的聲音是怎樣了 就這樣看4K畫質已經是超級出色了 還有另一個神奇的位置 就是這隻Link的最近對焦距離是超級短的 我可以將這件產品放到距離鏡頭5-6cm近 都依然對焦 而且對焦速度都是非常之快和準確的 聲音來說我都覺得是清晰可用的 不會說有一些很大的reverb或者回音 就算在一些大家知道聲音設計很差的conference room裡面去用 都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我拍片最常用當然就不是用它的官方軟件去錄影 而主要就是把Link 放進OBS裡面去做一個直播的cam 或者連著Display一起去做一些錄影 就例如我那些砌機list的影片 那這裡就有一點奇怪 因為你在OBS裡面選擇Insa360 Link做你的Video Capture Device的時候 它原本預設就是出1080p 那如果你手動把它轉為3840x160就是4K的話 那就會留意到一些很明顯的聲畫不同步 但反過來當你用的操控器去錄4K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聲音和畫面是不同步的 畫面很明顯是有一些delay在裡面 就算我現在沒有用外置麥克風 直接用Insta360的內置收音麥克風 似乎都是有一些delay在裡面 這個問題我跟Insta360那邊反映了 那他們就教我只要在OBS裡面 手動把FPS轉為每秒25格 那那個delay的問題就會立即解決了 如果你都遇到這個問題就可以留意了 用預設的輸出格數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的delay 在這裡把FPS轉為25格 那就已經很明顯地解決了聲音畫面不同步的問題 那眼鍵基本上都已經是沒有delay的了 我都用這隻Insta360 Link 和另外兩款的webcam或者相機去做了一些比較 那首先就是Logitech Streamcam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用的webcam 最高可以做到1080p 60格 那我對它的影片其實一直都是很滿意的 但是一拍到這個Insta360 Link 大家就可以看看它的效果了 一來就已經看到Insta360 Link 半吋Sensor加上4K影像 在細節上已經是完勝 Logitech Streamcam的1080p 那真的是Sharp很多 而且顏色上Logitech Streamcam 都是偏紅色一些 對比度也都高一些 整體我會說Link是比較貼近真實影像 但是在用這隻Link之前 我一直都覺得Streamcam已經是超班了 現在可能1000元不用就買到 其實做到這個效果都是非常不錯的 當然這隻Link就貴過Streamcam很多 所以我們就看看它和一部4000元的Sony ZV-1 有1吋Sensor的數碼相機的比較 這部ZV-1和ZV-10 因為它有USB Streaming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會用它 用來做一部Webcam 它在最Wide的時候 和Link一樣是有F1.8的光圈 但是當用USB Streaming的時候 Sony ZV-1就只是出到1280x720的解像度 那就看看效果是怎樣了 同樣的Sony ZV-1只有720p Upscale之後會看到更多的Noise 但是就算只有720p 影像用來直播其實都很Sharp 對比Insta360 Link 顏色上可能還原度再高一點 還有始終Sensor大一點 同樣F1.8光圈之下 Sony ZV-1的景深都會比Insta360 Link 你們覺得哪邊好一點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吧 另外也有HDR選擇的 但是4K就用不到HDR 還有畫面看起來就不覺得很大分別 所以我都會建議就這樣用4K最清晰就夠了 如果你說只是畫質上的升級不夠突破的話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三軸雲台 和其他智能功能 再配合Insta360 Link Controller的軟件去用 究竟是怎樣 在Insta360 Link Controller裡面 裡面第一頁左下角就可以選到不同的解像度 由720p去到4K 即是3840x160 而在更多設定這一頁開了直播模式之後 還可以解鎖到50p或者60p 還有打直拍9比16的功能 最高1088x1920 一按它的雲台 它就會自動調節鏡頭變成打直 用來在IG或者Facebook開Live 就可以用盡整個Sensor 就會有最好的影像質素 又或者有時候你的會議是需要顯示到全新的 用打直拍的形式都相當之有用的 這個Link的鏡頭也不需要固定指向某一個地方 只要用Controller軟件裡面 Joystick這個Panel 就可以控制到鏡頭轉動 和望上望下 令到這個鏡頭的橫向可視範圍 真的差不多去到300度 而上下望至少有140-150度 只是望到最低的時候 底座就會擋住了一部分 摩托動的時候都是非常靜的 所以你用內置麥克風和同時轉動的鏡頭 都不會錄到任何雜聲 還有當你不用那個Webcam的時候 放置一陣子 又或者在軟件裡面按關閉的預覽 它就會自動關了燈 還有將鏡頭直接指向下 那就更加保障到你的私隱了 還有除了用Panel之外 你還可以用滑鼠直接拉畫面去調校角度 下面還有得放大縮小 還有你可以預設幾個不同的角度 讓你很快地轉換角度 這個雲台實體移動鏡頭的功能 還可以讓我們延伸到下一個智能的功能 就是自動追蹤 主頁下面會有四個不同的模式 最左手邊這個就是自動追蹤 類似的Auto Framing功能 其實在傳統Webcam配合軟件 例如Logic Capture 或者NVIDIA Broadcast裡面都有 不過這些都是軟件上面去做 要首先Zoom進鏡頭裡面 再對照著你的樣子 在鏡頭本身的可視範圍裡面 去模擬一個鏡頭追蹤著你的樣子的效果 而Insta360 Link就是用到一個三軸雲台 實體地移動鏡頭去追蹤著你 一來就可以用盡整個4K的畫面 不會損失任何畫質 二來可以追蹤的範圍都是大很多倍的 常見的功能可能除了說你直播的時候 左動右動之外 有時候在學校的Lecture 你要錄影Lecture Hall 有些教授是喜歡一路教一路走來走去的 有自動追蹤的功能就確保他幾時都在畫面裡面 而且追蹤的靈敏和準確度都很高的 基本上你只要不是一下很快就離開了畫面 他都可以追蹤的 而且就算戴著口罩他都可以追蹤 你也可以在裡面選擇追蹤的速度是快還是慢的 我就覺得預設的速度是最自然的 不過小小限制就是他只懂得追蹤人樣 而不懂得追蹤物件 而且如果畫面裡面有多過一個人的話 他就似乎會隨機選一個人來追蹤 如果多過一個人Present 就要留意 接著就是白板模式 就要用到我們一開始在包裝裡面 跟著4張有L型的貼紙 你在Present用到的白板 4個角落上面就貼上這些貼紙 然後就好像剛才這樣 把白板放在畫面裡面其中一個位置 盡量讓鏡頭看到至少一兩個貼紙 進入白板模式之後 他就會自動在畫面裡面 以及去移動鏡頭 在附近尋找這4個貼紙 作為白板的4個角落 然後他就會放大和集中拍著白板 讓你可以把白板上的資料清晰地 展示給鏡頭另一端看 這個功能應該都是Present 或者網上教學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就算白板不是完全平向鏡頭 都可以調整到一個可以用的畫面 給你去看 物料上這幾塊貼紙是膠做的 所以正常你都應該不會撕得爛 不過如果你又撕又貼的話 他慢慢可能怎樣都會沒什麼黏力 到時你可能就要換一些雙面膠去貼上去 還有如果真的經常要換位置的話 我覺得都可能幾易不見的 所以如果包裝裡面可以多跟幾塊這些就更加好 至於是不是只是白板才用得呢 其實你看到都不是的 我想只要有足夠對比度去認到貼紙都OK的 不過我就不建議貼上去的紙板上面 因為這些膠貼上去就很快就沒有黏力了 然後就有兩個類似功能的模式 最右手邊這個就是智能桌面模式 開了之後這個鏡頭就會指向下 拍到桌面上面的空間 還有它也會自動把畫面反轉 如果你直播的時候 有些東西在桌面需要讓對方看到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快地轉到視角了 我首先想到就是可能有些直播是組裝鍵盤 又或者做些開箱這樣是很有用的 不過你看到因為我的桌子不是真的很深 然後螢幕在桌子中間 所以鏡頭斜向下就只拍到一半是我的桌子 所以如果你是認真上了一個top-down shot的話 那你就可以配合這些四分一吋的轉頭 可以安裝到角度的腳架 像Insta360這個這樣 安裝了之後我依然可以把它掛在螢幕上面 那就可以用到虎拍的模式 把鏡頭直接指向下 就做到一個很好的top-down shot 在這個模式的時候 你關掉虎拍模式 它就會自動抬起頭去拍你的樣子 不過這樣安裝的限制 就是鏡頭變成不可以指得太高 不過老實說 因為以我的用途來說 就真的沒有太好為將鏡頭指向上 所以這樣對我就是實用一些 那旁邊圖像設定這裡 就會有更多影像參數設定的選項 有什麼相轉都可以在這裡搞的 包括關掉了自動曝光之後 就可以自行去調節快門 ISO和曝光曲線 如果以影人來說 我覺得大致上用自動設定都非常足夠 可能可以稍微減少少銳利度 那就令到影像更加自然 最後就是這個鏡頭還可以用手勢控制 那好像我們經常坐在電腦面前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用這個Mouse在軟件上去控制 不過如果你是站在這裡做Presentation 如果有人遠離電腦和CAM的話 那這些手勢控制可能是一個Game Changer 首先你舉起手掌 手心對著鏡頭就可以開到自動追蹤的模式 你看到底座閃藍色燈 那你就知道你轉到Mode 下一個就是你跟著鏡頭做一個L型的手勢 然後向上或者向下推 那就是一個Zoom近或者Zoom遠的功能 不過我就覺得這個功能是有點難控制的 還有由畫面底部到頂 它都只是Zoom in到大概10%左右 那有時候我放下你的手 如果不記得收藏那個L字 它又會當我想Zoom遠 所以如果你想常用這個功能 我建議你都是練熟了先 以免你在鏡頭前面這樣這樣 真的有點醜 那最後就是對著鏡頭做V字手勢 那就可以進入那個白板模式 那這個一開始intro已經跟大家示範過了 整體來說我覺得除了畫面縮放那個可以再改進一點 容易用一些之外 另外兩個都是非常之好靠 基本上完全不會失手 一個相信都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就是不用軟件的話 用不用到這個instra360 link 那答案是用到的 因為這個controller軟件主要都是用來做preview 以及做一些基本功能 所以如果你不用軟件 直接在OBS裡面 又或者在webconference的軟件 好像Zoom這樣 去選擇instra360 link做你的webcam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就算沒有用軟件 都可以用那些手勢控制 至於影像參數那些 在OBS裡面都可以做到調教 不過在zoom裡面就教不到 還有如果你不用軟件的話 都不能手動去調教鏡頭的角度 所以我都會說如果裝到 最好都是建議你裝上controller的軟件 還有這個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縮小 變成一個panel在畫面的下方 所以就算你在用OBS或者Zoom這些軟件 如果你有裝到軟件 你都可以很快地做到一些畫面的調整 這隻instra360 link 無論是畫質還是功能都真的頂級 還有絕對是市場上完全沒有見過的產品 不過有幾樣東西 我都會建議給instra360 包括在軟件裡面 它現在是不能自行去選擇FPS 以及沒有一些收音上的調教的選項 第二就是那個曝光預設是用在人面上 所以當你用虎拍模式去拍物件的時候 都傾向overexpose物件 在設定裡面手動調教減1EV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些全部都是很容易這樣 可以在將來的firmware update 或者是軟件更新裡面是改善到的 以instra360的往跡 我相信它們都會不斷地改善軟件的體驗 這個官方標準套裝就是賣2398元的 再加上這個腳架就要2637元 那究竟有什麼人會買呢? 平時就這樣在家用zoom上下課 就真的不需要用到的 但我相信如果你是公司conference call 要做一些online presentation 開會的用家 應該已經毫不猶豫地下單了 要做一些online lecture 教學用 這個同樣都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專業級工具 同時我覺得對直播主、youtuber、content creator 都是非常吸引的 因為你主要就是用電腦去創作 在電腦面前用的webcam 去做直播 又或者拍一些教學片 它還可以做到top down的開箱角度 然後畫質又非常好 如果以賺食工具來說 是一個非常值得的投資 與其你給幾千元去買一部數碼相機 或者同時做直播 這個小小的一半價錢 就已經做到可能更多的功能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影片資訊裡面 會有連結給大家看到更多詳細的資訊 以及購買的 這條影片不是由insta360贊助 但是產品就是由他們免費提供 以及如果你經我的連結去買 價錢不會有分別 但你也可以經你的購買 回饋到一小部分支持我這個頻道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或者覺得有用 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頻道按一下小鈴鐺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Instagram 和我的MeWe專頁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